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现在再来谈一个人 也可能是你的老朋友 我们来谈谈曾鸿 你跟他之间也有什么交往呢 曾鸿也是在八月份 其实就是我当时不是开始那个 揭露唐博桥嘛 那就有朋友就跟我介绍 说那个 在当时在推上就介绍 就说曾鸿呢很了解唐博桥 就说就跟他们就跟了不少的时间 算是他小弟 以前是他小弟嘛 然后呢现在也是反唐的 那就是希望我可以跟他多了解 多沟通 那后来我就跟曾鸿就 就有先是推上沟通 后来我们就是有通过WhatsApp 就有做些沟通 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他出来能做视频 做视频 他当时应该说是 不是很明显的挺郭吧 也不是不能说他 他当时谈不上真正点 但是他确实比较恨唐博桥的真的 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恨唐博桥的 当然 当然当时的理解 可能跟现在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当时可能觉得他是被骗的一种愤怒 现在 现在当然可能也是被骗 当然骗的方式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合作 合作被骗 之前可能 他说的理由是说纯粹被骗吧 这可能还是不一样 当然他现在也学会了 用的是 后来也学会用同样的方式 曾鸿呢 我们后来就有比较多的一个语言沟通 那我是希望他能够去做视频来打糖 当然还有一个对挺郭的一个沟通 挺郭的一个沟通 他那个时候对挺郭是有些犹豫的 包括他那时候跟那个夏教授 关系也是走得比较近 他确实也会提到比较多 那夏教授 当然他是说比较近 当然他其实言语里面 对夏教授是有很多的 不满 比如他可能讲了几个小故事 比如说是 说 经常出去吃饭 都是他请客 然后那个夏教授都不请客 然后说夏教授 就送过他一次礼物 是说一瓶酒 还是说别人送的礼物 反正就之无此类 他反正就是 对夏教授 这个我就是我无法说这是真与假 我只能说是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就是反正一件反弹 但是好像又说 但是我之前因为一直挺夏教授 那我好像要有 包括当时又是唐木乔还是挺郭的 他又是跟唐木乔又是仇人一样 他说我就没办法挺 那我没关系 我说你也可以出来 我说你如果出来做视频 也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 对不对 提高你一个知名度 你可以 可以 能够去 可能也是 可能到时候也可以 有一种新的方式 当然没有 但其实当时八月份 他就没有出视频 他到出视频是到十月份 到十月份的时候 那为什么他到十月份的时候 他在九月份 他是有说有发生一个事情 他是跟他当时他做导游嘛 跟他老板好像出现问题 他老板就把他辞退了 他辞退 他等于就是 就基本上 之前可能工作比较忙一点 他到那个时候就 工作比较少 他之前可能只是在零星的 开车的时候随便 做了一点视频 也没有什么主题 可能 当然会 可能会稍微提到一点糖 比较宁静 但真正说明 真正做视频 他应该是十月份做的 十月份做视频呢 那我是给他提了 提了几个建议 第一 打糖 那我想你 你是最熟悉 你当然应该去坚持 第二 他那时候 他觉得他已经 跟夏教授觉得已经 比较切割了 包括他也 跟 他说他其他事情 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在当时 其实挺过七条的 其实 市媒体其实不多的 那我说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挺过七条 然后他接受了 然后 他后来就有 做一些视频 一边是 主要是打糖 然后也有到 也有挺过 挺过几条 当然 他可能 理解的过几条 可能还是 跟我 理解的还是会有点差 有一些差距吧 直到他后来 他是有去 他应该可能也是 因为这个视频 打糖视频 比较 产生比较好的影响吧 他后来去日本 是公民力量组织的 一个活动 他是好像是说 作为摄像板 拍照片 他拍照片 他去到日本 参加这个公民力量 有十多天 等到回来的时候 刚好是那个盲流子 他去那个唐不娇家里 骚扰那个事情出来了 然后 曾鸿呢 他又是刚巧 是回来 他是飞 洛杉矶的 他回来呢 其实我们 他可能也比较忙 我们可能只是 简单说过句话 没有说什么 到晚上看视频的时候 一看 成立盲员会 这个其实我是 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 就是说之前 我跟曾鸿河沟通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讨厌 盲流子 觉得他语言 非常的出品 甚至 有一些攻击人的话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都理解 他当然 曾鸿也是认可 就觉得 我觉得是超出人类语言 这不是一个 作为一个人类 应该说的语言 就非常的下简 我非常的讨厌 盲流子 就甚至当讨厌超过唐普桥 曾鸿也是这个态度 他突然 跑到若干基 回来日本 回来大概第一天 第二天 成立盲员会 我觉得很诧异 然后我们后来 很快做了那个 做了有通话 我就问他 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跟我解释 是说 因为 第一 刚好在罗杉矶 然后 盲流子这个事情 因为打唐 当时博得非常多的人 同情 他觉得他自己 也动了侧影之心 而且大家 又都是打唐队友 他就想帮忙 但是我当时告诉他 我说盲流子这个人 就从我的观察下来 我觉得 你们这个合作一定失败 然后这个人不光是演员出品 我觉得他人品是非常差的一个人 因为怎么说呢 他这种人不是流氓 其实因为怎么说呢 我也有社会上一些人也接受过 但他们其实是非常讲义气的人 也是说话其实没有这么粗比的人 说句老实话 他们其实没有这么粗比 真这么粗比 其实在哪都看 在哪 人家都是看不起的 这这么粗比的人 那一定是无赖 才会这么粗比 流氓是不会这么粗比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们这个 而且之前盲流子在视频里 也骂过你 真红 其实也骂过 反正乱七八糟 那个我倒没有去管 也骂过 我说你怎么会 去成立一个盲员会 我说你估计 没几天你就 不行啊 结果还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这么跟我说 他要回纽约了 因为他之前 本来是说成立盲员 他计划在那个洛杉矶 待三个月的 计划是要待三个月 结果过了三天 他说他要去回纽约 那我说 你这个盲员会 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他说是 我说我第一天就告诉你 对不对 你必然失败 根本 其实 之前 到这个事情之前 我跟郑红的沟通 还算是比较平和的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 一些 一些 一些剧烈的事情发生嘛 还比较处于一种比较平稳 但是这个事情 郑红 他开始 撤退 没过多久 大概可能过了 有不到一个月 忙碌子开始在视频里 猛烈的攻击郑红 非常猛烈的攻击郑红 那作为我来说 我跟郑红那当时也是朋友 那我就会写文章 把当时我所了解的情况描述出来 那我直接就是这个链接是发给那个忙碌子 我告诉他 就我这个文章就是 标题就是 人类 败类 人间败类 忙碌子 忙碌子 他转推了五次 你已经谈到了 这个你跟郑红交往的过程 以及你给他一些劝告 特别是他那个忙碌子 你当时就给他很多建议 但是果然如你所说 他最后跟忙碌子之间反目了 你如何看待 曾宏跟忙碌子之间的反目呢 他们这个反目呢 是必然的 但是这么剧烈 其实还是超出 有一些超出我的意义 在当时的理解来说 我觉得曾宏 可能真的是想帮忙碌子吧 就当时的理解 没有帮程 那也就三天嘛 也就三天嘛 三天就撤了嘛 如果你自己还想怎么做 你还可以去做嘛 对不对 还可以去挽回嘛 仅仅三天而已 那没必要过了将近一个月 突然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去 确实有构陷 这个里面构陷 这是毫无疑问 因为本身这事情 我是我也是一直密切联系 甚至有的事情 我都是在其中的 这是肯定是构陷 那我就把写文章 把一些我所了解的真相呈现出来 这篇文章 我名字是叫人间败类盲流子 因为当时毛流子是一直关注我的 因为我打算比较早 他一上去他就关注我 毛流子他 可能他自己看了 他是 因为我写文章 肯定是不骂人的 我说你人间败类 是因为我文章的结论 我是列举了14条原因 证明你是一个人间败类 我并不是因为骂人 我在整篇文章里没有一个章子 他的文化程度 那肯定看到这种文章 他就傻眼干嘛 因为我也没有账号 当然我也直接告诉他 我说你可以用账号 没关系 因为这本来就是你 但是在我这里一点用的 只是在证明我这篇文章的结论里 他也骂不出来 他就转退 希望找到更多的帮手 他转退了五遍 希望找到帮手 那实际上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来跟我来沟通了一下 那基本上后来让我说 我都是以亲身经历 经历来描述 那这个逻辑性一定是很强 因为是本身经历的事情 这个篇文章 当时应该说是 郑宏是对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让他卸掉很多的包袱 盲牛子呢 他等于就消停了大概有 我估计有一个星期 他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就没有打郑宏 因为他这一个星期里面 也多次转退我那篇文章 就是没人帮他 他可能确实有点蒙了 过了一个星期他也不管不顾了 继续打 继续打郑宏 郑宏就 就是至少就是说 照我认为是很不难认的方式 就反正还一直在退缩 我说好吧 那我说我再帮你写一篇文章 再帮你写一篇文章 当然其实这篇文章 有很大部分是从自己写的 他自己不敢发 他要我来发 我说OK没问题 他的文章拿过来 我说我再改一改 再添加了一些 又发出去了 其实是两篇文章 在帮他打盲牛子 盲牛子反正 这篇文章又转退了几遍 没有什么回应 他就把我拉黑了 盲牛子可能后来 大概也是看到我恨死了 骂也不能骂 说也说不过 盲牛子就说了 这个事情其实这都是我之前 之前就是当时在一个角度 去了解到的这个事情 那可能经过这段时间了解 我发现可能真相 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刚才就是说 好像从曾宏去组织这个盲员会 包括盲牛子去唐柏乔家 可能背后没那么单纯 肯定至少 比如说从那个盲牛子 他那个去唐柏乔家 他那个直播视频 是有人提到郭文贵的 是说给不给钱的问题 然后包括这个说成立盲员会 我现在我也得到一些消息 比较可靠的消息 说是当时郭宝胜 是有联系了曾宏 希望他去成立盲员会 就说穿了他们俩可能 都是郭文贵的一个公用兵 结果人品因为太差 公用兵之间还打起来了 那我也不小心就在当中 给他们搞了一点平衡 那其实盲牛子的无底线 在打针的时候 其实表现的还没那么明显 应该说是真正到后面 他去上那个什么 上那个什么访谈 那简直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怎么说 我刚才少说掉一个细节 其实我跟原建民沟通比较多 我们都上海人吧 会有一些沟通 我觉得这个人蛮义气的 他当时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有跟原建民沟 我说希望你远离盲 我觉得这是一条狗 你可能现在觉得他在帮你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会反摇你 你一定要提 一定要小心 然后说句老实话 这句话到现在 我跟原建民说 或者前代跟原建民说 原建民都觉得有一点 小郁闷 因为我其实很早提醒过他好几次 确实提醒过好几次 那当时当然他也提醒过我 就是公文贵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说我知道 其实我说你不跟我说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其实我是知道的 他的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跟原建民说 我们出于大义 我希望你不要去查过 我说希望你还是支持过几条 所以你后来也能看到 其实在原建民到加州的 那个挺郭会也去说支持过几条 原建民是去过的 原建民他确实也说了 我的原因是很重的 他也是像是比较相信我吧 那因为我这个人还是一直 对人还是比较真诚的 交往一般都比较真诚 那大家朋友沟通下来 就会比较容易相信 互相信任吧 到郑宏呢 其实当时我被锅拉黑 其实我也没跟他说 是真正很多人开始构陷我的时候 非常多的人开始构陷我 那我们当然也在沟通 那郑宏当然他也是说 他当然清楚真相了 他当然知道我是被构陷的 包括我其实 郑宏他在退伍里有说 我跟他在 在那个跟他通话有哭 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 其实因为当时是 是我刚才开始提到 我觉得我不会再挺郭的时候 为什么 我想我毕竟一年 一年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投入很大 我确实也做了比较 比较多的牺牲 那你得就是 和自己之前的一年说再见 确实会有一些伤感 确实有些伤感 那确实跟他在电话里有哭 然后 郑宏他是这么说 他说 他兄弟没事 一百个郭文贵 在我眼里也抵不了一个女 不是 是 和他是个垃圾 他绝对是个垃圾 那当然 其实郑宏这个人 我们现在再分析一下 郑宏这个人 郑宏呢 我刚才提到 他后来被盲流子打了以后 他 我们通话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比较多的爆裂 非常多的爆裂 就是比如说 他提出一个想 他说他有想法 跟我说了 好 说你说 然后他说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那我就会提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会很粗暴的 就是说你能不能安静听我说 就很粗暴 这其实不是正常人的一个沟通方式 就非常不对 大概有两三次以后 我非常严厉的把他训练 我说你搞没搞清楚 这个事情 我说我 我说你搞清楚 第一 我帮你是为什么 第一 我把你当兄弟 第二 我觉得你被打可能是因为你挺过这条 但挺过 你挺过这条是因为我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帮你 但是你不要搞错 认为我是你的一个什么 就应该怎么样听你的 你搞完全搞错了 你对我这样子说话是非常没有礼貌 我只是说你这样子表现 都非常的没有教养 我训过他两次 他后来也没多 当然因为这个事情 我后来也从张泉民也知道 他其实不光是在我面前 其实在我面前已经算比较克制了 他说其实在他面前 或者包括在客人面前 都这个样子 都非常的就是没有涵养 就是表现出就文化也不是很高 那涵养非常的差 非常的低 但我是比较重情义的人 我想那之前已经这么多这样 我还是在继续的帮他 就是过了两天 他也是那群在那个群里问我 挺不挺过 我说我说我不会再挺过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大堆 要挺过的理由 说了一大堆 我说你 所以我说我挺过比你早 挺过时间比你久 你跟我说的这些理由都是废话 我需要你来跟我解释 因为其实群里很多人当时就私下就非常的生气 就非常的生气 就是说因为我当时挺郑红是非常 所有人都知道了 别人就非常生气 你就觉得这是什么人呢 你当初他郑红当初弱难 你三四四怎么办 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他还要跟你咬这种话题 简直就是一个没人性的人 我也没吭声 郑红第二天把我拉黑了 开始构陷我 我觉得听到不可思议 我觉得OK 我说我之前觉得 牛红已经是很渣很渣了 现在我知道还有一个比他更渣的 你这个完全就是 应该是怎么说 没有点人性的东西嘛 你这太不可思议了嘛 我之前对你这么大的帮助 我对你没有做过任何一丝丝 对你不利的东西 你能够这样翻脸 我觉得 当然现在可能后来想到更多 后来根据后面的信息知道 他可能是跟郭友 可能得到某种 因为其实之前他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时候 是说郭已经拒绝他了嘛 当时说告堂啊这个事情 但郭文贵不是征集十万悬赏吗 他就把他那个 告堂的那个案子拿去了 但老郭又又又找了理由 就拒绝了 他当时是在骂 骂过的 他反正在我面前骂 当然表面是挺过的 就推完不管视频都是还在挺过的 但在我面前他是狂骂过的 觉得郭这个人好像玩弄他呀 没信誉啊 所以他跑来 让他跑来跑去 都结果没结果 在他劝我挺过 我说我不会再挺的时候 他居然就能够跟我反目 这个还是让我挺惊讶的 我想可能是有一些利益吧 但包括后来我也去了解了 那个他当时也是在 之前跟我聊天里面 对吉普也是非常多的咒骂 就说吉普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他好像是说一开始 本来是想帮吉普忙 后来没事情没做好 他还要把钱还 当然我后来知道 他应该是骗吉普的钱 包括他当时组织那个有女粉丝 说要给他捐钱 包括到美国来 人家有给他钱 但是他在背后又骂人家 说长得丑啊脾气差啊 什么天立妄议 包括恩将仇报这些问题 他全部都是有的 他应该是属于 怎么说呢 可能从事唐博侨 更胜一筹吧 他可能应该是比唐博侨 更恶劣的一个 或者说 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成为一个 挺国比较积极的人 可能他因为他是乞丐版的 顾文贵吧 能够做到 能够去做到这种毫不顾情面 可以翻脸无情 可以为他一点点迎头小利 就什么都不顾 那应该算是一类人 我会说 我们就做到这种毫不顾情面 我会这样做的 我们就做到这种毫不顾情面 做到这种毫不顾情面 我会说 从这个毫不顾情面 我会算是一样的 或者是一样的 简单的